随着雨季的到来,云南售卖野生菌的市场里开始弥漫着泥土与山林的潮湿气息。 云南因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成为享誉中外的世界野生菌王国, 分布的野生食用菌约900余种,约占世界食用菌种数的36%,占中国的90%。 7月13日,记者在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关渡区的云南牧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看到, 这里人参鼎沸,前来购买野生菌的市民游客罗绿不绝,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野生菌交易市场,售卖野生食用菌中的200多种。 现在牧水花总体呢,那个野生菌基本上是属于大量上市,属于小高峰, 预计的话到8月份的话能达到最高峰的这个峰值。 我们商户呢是1200多家, 然后现在的这个入住力的话基本上达到百分之百。 现在的话这个每天的销售量呢, 每天的话大概是300多吨。 进入7月, 牧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内, 松茸、鸡棕、鸡油菌、青头菌、 干巴菌、牛肝菌等菌类零兰满目, 整个市场门庭弱势。 这两天来购买的人还是比较多, 比5月份6月份的话它是回落了一些的, 像一段时间的差不多, 像建手清压就是在150到350,400这样子左右一公斤, 像5月6月份的话差不多到500多600, 像零售的话差不多五六十公斤吧一天, 然后带上批发的话就不止了, 带上批发的话就几百公斤了。 在牧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内, 随处可见在打包野生菌的商家, 大量的野生菌通过物流销往全国各地。 我们现在所有打包这些都是放往台州、 白京、上海、广州、 还有香港。 青头菌、鸡棕、松茸、牛肝菌、 老人头、黄来头, 所有的店加起来500多公斤到一带。 牧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内, 也有商户在尝试通过线上平台销售野生菌, 让野生菌的销售渠道变得更宽, 也让全国各地的人们能够更加方便地品尝到野生菌的美味。 每年云南都会发生应不当食用野生菌中毒的事件, 其中大部分是因为民众自己上商采摘野生菌时分辨不清有毒菌导致的。 目前,云南已经形成了一个百亿级的野生食用菌市场交易体系, 食品安全至关重要。 为此,牧水花交易市场的安全巡查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野生菌的食品安全。 我们上班以后的话,就开始做这个市场的一个巡查, 包括野生菌这一块呢,如果发现陌生菌子, 我们要进行辨认辨别,如果说是可食用的, 我们要继续售卖,如果发现不可食用的菌子的话, 我们会当场销毁。 市民既然到我们牧水花市场来买东西, 我们要保证这个市民的,一个是买这个菌子的质量啊, 还有这个食品的安全这一块,我们都要有一定的保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